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从小就喜欢 当时做灯了就是用咱们高的角 高的杆 一个一个的做成一个六角的宫灯 原来我小的时候就是六十年代吧 没有抽布 用那个贴对脸的纸 然后糊成一个灯 然后过年一挂一看 特别喜庆 然后有好多好多人看 我感觉到也是非常有成就感 因为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所以说作为终生次月也不觉得累 贡灯它起源于东汉 胜于水桃 清朝千龙年间 皇帝下江南 路过高城的时候正好是周年十五 所以说一看啊 老百姓家门口挂的都是贡灯 特别红火 随后啊 有精选集展带会公众悬挂 所以说就有了供灯的来历 我老家是郁县的 因为我们老家有民族传统文化的郁县剪纸 所以说我最早最早特别喜欢碱纸 灯笼啊 跟碱纸的交合是最早最早 我有个小孩 因为预先碱纸 它只是表现平面 如何把碱纸立体化 后来没事的时候我就研究 就把它跟灯笼交合 灯笼是个立体的东西 后来就创新了一种叫工艺指调工程 做指调工程学是八种工程 最难的啊就是设计 如何设计成你比如说中国的经济联谱 中国的传统的十二生肖 你念如何设计到灯笼上面 这是最难的一点 研发一件作品啊 你看第一得构图 第二就得手绘啊 手绘了以后啊 从店长是苗 然后就是雕刻 雕刻有两种 一种是手工雕刻 手工就是特别细的小刀子 然后一点点刻下 这就冲手工 因为手工做的价格非常高 所以说如何批量 适合市场 然后我们就开发了 激光雕刻 我家孩子他现在就整个做 工灯的设计 我就是手绘 手绘是母本 然后他用电脑把它描出来 把我的东西啊 传承 然后再发扬光大 现在啊我又开发了一款灯了 叫手工铁翼工灯 手工用铁焊成一个灯笼的形状 用砂糊 糊好以后 然后里面放一个电脂蜡 小孩们特别特别小 年年有鱼啊 龙凤成乡 扶手双全啊 然后就四季瓶啊 这就是中国传统最迹象的东西 工灯啊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它应该跟中国的传统相结合 通过这几年啊不断的创新 然后给工灯啊增加了好多活力 在市场上特别特别受欢迎 我认为还是非常不辜负我这一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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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